北生对喜欢很久的XYG做出评价 认为他们本不该如此 同时说出一个很适合张大仙去做的想法 可惜张大仙信任这群弟弟们 不到最后一刻还是想要整整齐齐 2023年KPL春季赛XYG没有抢走AG人气冠军的地位 却抢到了最让人失望队伍奖 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三连败 这赛季第一轮大概率要掉B组 并且新赛制让掉B组的队伍没有机会重回S组 意味着XYG不可能重现从B组一路晋级到S组的壮举 这样的表现自然让喜欢他们很久的人失望透顶 包括钱 职业选手北生 随后他就对XYG做出了一些很客观的评价跟想法 其中有一项很适合张大仙 只是他做不到这么狠心而已 XYG打得稀碎 真的稀碎 打得看得人头晕 你好歹你也是曾经杀到S组四强的队伍 怎么搞的呀 就是说他们现在面前助力了一道墙 但是他们的选手呢身在局中 对吧 可能有的时候现在有点迷了 并且没有自信了 而他们的赛讯团队呢 也不知道算不算团队了 无法没有能力 这个能力它不够帮他们把这道墙冲破 我只是觉得不该如此 因为我曾经看着XYG从进到KPL 他们来到KPL的第一场比赛在B组的时候都打得比现在 如果人生只如初见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五个人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样子 他们在B组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看他们的比赛 我说这个队伍起码A组头二水平 我第二次看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A2了 看完我的第二次点评是 他们是KPL四强水平 假设张大仙是个纯粹的电竞老板 或许他早就把9月卖掉 以其他位置为核心重组 这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奈何他对感情看得太重 哪怕得罪教练也不想放弃选手 只希望这五位首发选手 最后能用成绩来回馈张大仙的付出吧